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美国阿拉斯加州这一个国家 所以说西海是它更多的是开发 当然开发当中也会涉及到一些的保护 所以渔越一定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 一个法规的一个门槛很高的一个产业 但是我们因为海实在是太大 它的整个是海的品质实在很好 这里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海洋资源 其实讲到这个海洋资源还要回到说 其实在上半场张教授也有提到说 其实您拿了很多的这个牌照 那么也建立了一些 我们在我们普通老百姓听起来 是觉得很有很向往的一个 这个渔越的基地 包括像是在阿拉斯加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前中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儿 她这个其实她这个 关于她女儿这个传承 她这个整个的这个 为什么进入到这个行业 她有很好的故事 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渔越产业能传承 特别在发达国家更加能传承 就是一根呢来自于说 它永久性的一些管控 比方牌照 它是一百年没有发牌照 对 它对牌照的这个保护也保护得非常的好 那么与海洋资源 它的跟金矿 宁矿 油矿有的不一样 金矿 宁矿 你比方是这个矿 你凯塞光了它不会再生 它是可持续性的 海洋就是 今年玫瑰像五月到十月 明年五月到十月又来了 就像我们文字 夏天到了 明月到文字 夏天到了 冬天没有了 夏天又来了 可持续 其实呢 这个玫瑰像 是我重拾三十年 在全世界行走的过程中 我发现的是最好的一个海洋食品 是在我们西海岸的 对 在西海岸 它不是在大海里面捕捞 百分之一百的大海里面 它是在洛基山脉这雪山下面 嗯 百分之三十的淡水 百分之七十的海水的沟里面捕捞 哦 所以它这个虾是世界上最甜的虾 嗯 它跟Spot's捕捞 就是牡丹虾 一起生活在一起 对啊 但牡丹虾大家都知道 捕捞只有四十天 而且用龙子捕捞 它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呢 是因为产量 嗯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牡丹虾呢 以前呢 是日本人发泄以后 一直在出的 以前呢 过去呢 东岸呢 有一种田虾在海里面捕捞 嗯 因为田虾捕捞方便 所以田虾替代了这个东西 嗯 它 加拿大本地人呢 是这个玫瑰虾呢 它是播田虾人自己吃 所以它没有去开发这个品种 哦 实际上它是一个被遗忘的一个东西 好像玫瑰虾 我听说玫瑰虾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爱情故事 故事啊 是 就是因为教授说的这个故事 所以它的故事的还是第一句话 嗯 就是 千年以后 有一个优秀的渔民发泄了它 其中在有玫瑰虾的爱情故事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没人发泄嘛 就是一只 中国的红虾和一只加拿大田虾 结合了以后 然后剩下了玫瑰虾 千年以后有一个渔民发泄了 这个渔民是谁啊 这个渔民是加拿大人吗 你啊 这个 是你吗 抽象性的 我觉得我发现的应该是我 但是我不能说千年以后我也不知道 哦 还有这个故事 我把这个虾 嗯 带到了中国 嗯 在中国的餐桌上 从此以后中国的餐桌上有这美味无穷的 带有爱能量的玫瑰虾 它真的是 一是银行销售 你这个销售应该也到美国吧 嗯 主要 实际上无论是日本美国欧洲 所有的国家都喜欢 嗯 但是呢 我们的资源是有限 对 我们国家太大 对 如果能 这个理念来自于加拿大Clean Water 就是这个公司的理念 北极贝公司 它控制了百分之九十几的 就是说 它就是这个理念就是说 加拿大人吃好吃饱 多于出口 对 我也是这样 首先提供给中国 哪怕外面价格高 我也提供给中国 因为本身 大家知道作业行业的门槛高嘛 它利润很高 我们也不在乎什么 多于一块少一块的利润 我们更多的是良好的口碑 和传承这个事业 去发展这个事业的意义 在加拿大一个传承 对 我看你今天还带了一些资料 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补捞许可证的东西 加拿大就是 我买到的补捞许可证 和加拿大历史以来补捞 1981年 到2012年记录 从这个蝦的记录 以来补捞以来 它最高分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那是1995年最高分的时候 现在到了2015年 一直在低下来 对 现在因为我们慢慢传 在补捞 它就用数据卖高 所以这是它的轨迹 所以它的发展 这个是整个BC省的产量 是吧 整个全省 那你们大概是占了百分之 我们现在应该 整个如果采业的 全部介绍好 我们应该能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那很高 非常好 你指的就是虾 是吧 就是玫瑰虾 我这十年里面 一直在收购这个证书 就并购这个证书 目的就是为了有一个掌控权 价格的掌控权 定价权 包括爱这个东西 自己因为付出很多 那你大概有多少是销到中国 大概多少销到加拿大 这个本地 我觉得我应该以后在百分之七十 销到中国 百分之三十本地 因为本地的整体的 它替代性 洋人吃这个东西 替代性很多 但是呢 华人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华人有了田虾的教育 我们已经对田虾都接受很好 它比田虾更加尾度高一点 田虾在海里面捕捞 它在那个带水跟海水直接捕捞 所以它更加好一点 所以这个虾最大的价值 就是说它用网托的 一网一网托 但实际上在卖的时候 是一个一个卖 对 日本料理院一个一个卖 它是最大的价值 但我更多的希望 把这个虾用到这个家庭当中去 特别这个小的虾成为我们 我觉得陈总 他有一个特别好的故事 就是他对女儿的这个传承 他女儿当成一个人 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一个渔业去工作 这个我觉得特别能说明 为什么华人来了这以后 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投资 很多领域 所以加拿大本地人有很多诟病 就是做的很多生意 并不是说主流的生意 而且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 所以当时陈总 他做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他的这个 华人的二代们 这些教育 他有一些理念 他为什么从这行业 有一些关系 因为呢我们家族也是 我也是第二段 我前面讲了 我家族他 所以为什么女儿早一点来 因为商业最珍贵的还是时间 因为要大量的时间去探索 去学习 他去实践 商业最珍贵的是时间 那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本身有50年历史的一个 一个企业 一个渔业企业 传承的渔业企业 我跟女儿从小到大教育 这个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个海洋大学 爸爸是一个校长 对 你说你女儿之前在阿拉斯加 待了四年是吗 所以说她14岁就一个人去阿拉斯加湾 我告诉她 这个通过我在那里的了解 我说这个整个城市啊 这个是阿拉斯加湾 它是整个BC省的余悦中心 它整个城市就一个学校 我说以后你长大以后啊 就是所有这个城市活着的人 都是你的同学 你走到这里是你校友 很多的你班级里面的人 甚至当了市长 你又可以认识很多无数个船长 不用像爸爸一样 一个一个去讲 又不认识嘛 他就是他的同学啊 所以我女儿到现在为止 还保持着 在重要的节日的时候 他都回到他的学校的地方 回到Prince Rupert 去跟之前的邻居打打招呼 对啊 所以很多的渔船啊 船长啊 很多的渔民都跟我讲 哎呀 你的女儿跟我的儿子是同学 你的女儿跟我的女儿是同学 就我也从此认识了很多的人 我甚至未来还有了他去Prince Rupert 去进学市长 去改变我想要的渔业法规 这个真的是做到了这个参政 对 就是说让他更加加拿大有竞争力 让他的渔业更加有竞争力 我说你 你或者你的同学 在你支持下的同学 或者你 你去做三年市长 嗯 你等这个渔业公司 比起来上市以后 你再退下来 有资本以后 去做市长 那要改 那渔业法规更加符合 加拿大有竞争力 更加适合 你儿十九十九岁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时间的关系 最后给各位 每人十秒钟总结一下 给我们观众朋友提个 什么样的建议 啊 观众朋友 首先呢非常感谢主持人啊 给我一次机会去 在北美去展示啊 这个话题 我觉得就像我这一首 我自己写的海洋故事的一首歌一样 就是任何每一个人啊 只要做好这一件事情啊 哪怕是包括饺子啊 包括我现在学炒海蟹的菜 我觉得都非常乐 很有乐趣 能把事情尽量做到 对社会有帮助 对身边家人朋友有帮助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好 张教授 我觉得通过这个 这个海洋渔业 这个陈总的故事 其实我想说明什么 就是我们华人 海外华人的投资领域当中 怎么去找所谓的南海 嗯 毛毛给你的背景去找 寻找这些相对非常主流的地方 但是在投资这些地方上 必须非常长远的目标 长远目标 要是结合什么 这种传承 这里面很难 但是你看陈总 他们一路走到现在 就他们的故事 其实更加沉淀 好的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上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是吴景 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